這次是我第一次在英國開展 其實本身整個旅程是打算跟黃樂儀一起玩 然後他說不如去身遊玩吧 之後就介紹了那位朋友給我吃 然後最後就搞了兩場展示 一場是Manchester 一場自己獨自的展示 就是在倫敦的公園中的公園 然後我其實也是第一次去Manchester 其實兩場展示都覺得很感動 因為當上台的時候 就見到有很多很熟悉的香港人面紅 他們覺得在異地 還要是橫跨了差不多半個地球 你可以這樣相對 這件事是覺得很窩心的 知道其實近幾年多了很多香港人去了英國居住 不如趁這個機會我也給一些力量 當地人 唱歌給他們聽 但誰知道原來除了我給他們力量之外 原來他們比我的力量更加大 有一種很鼓舞的感覺 所以整個表演的過程是很感動的 我每一次出來的時候其實有點眼濕濕 雖然看來好像很冷靜 但其實我的心是很溫暖和很激動的 倫敦那場就更加誇張 因為真的只有自己單拖 原本想著有幾十人來就已經很開心 一百張票在曼徹特場之前已經賣光 曼徹特場完結之後 即是當地香港人就知道 即是想買票買不到 我們再放多了 最後我們是八七張票全部賣光 其實我們就在苗師任中庭那個位置 然後我出到來其實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沒想過會有這麼多人聚馬齊 然後去到最後我們一起大合唱天光前 也是另外一個極感動的位置 因為也是沒想過大家都會懂唱 剛剛那個地方也是有一個隧道型的裝飾 就真的在我們倫敦的七月二十四日大道裡面去唱一首 那麼有力量的天光前 這個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感動 去曼徹特場的時候 因為那個地方每個月 應該每個月都會有一場這樣的表演 當地就有一隊 即是香港的indie 其實都是不同的香港人 然後組在裡面 就在那裡夾樂隊 就叫做The Area Of曼徹特場 其實前一晚去到 就跟他們去一圈 所以是夾得很開心 就是可以唱到 例如世界爾同運而而我歌唱的 比較行少少的歌 而在倫敦那一場 也找到琴手Janice 和吉他手O 幫我一起去伴奏 所以整件事就變成 我可以唱多一些不同種類的歌 而我只專注在唱 我覺得很神奇的就是 我們是一拍即合的 例如倫敦那一場 其實我們在表演前幾個小時 你第一次見到 才開始合 而合出來的感覺是很好 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因為真的自己第一次去到倫敦去唱歌 去英國唱歌 那希望 希望再有下一次 你呢 你呢 你呢